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都问圣诞老人要什么礼物了呀 一辆滑板车 宇宙飞船玩具 一把小吉他 一只玩具老鼠 跳绳的绳子 一个喇叭 一个球拍和一个球 乔助这次想要得到一辆玩具火车 而我想要一个溜溜球 游地员斑马先生来了 我的天哪 今天的信件可真多呀 这些都是我们写给圣诞老人的写 这些信都很重要 一定要让圣诞老人收到 圣诞老人就住在北极 是的 这些我都看到了 好了 如果我今天要出发去北极 那么就不能站在这儿闲聊了 再见 北极长 佩奇 乔治 我们要出门去买圣诞树了 太好了 你们都做好了吗 好了 爸爸 那我们出发喽 这是兔小姐的圣诞树商店 你好 兔小姐 你们好啊 我们想要买一棵树 谢谢 你们想要哪一种树呢 千万不要说苹果树或者樱桃树 我这里没有 我们想要买一棵圣诞树 那我这里有上百棵 这些是最小的树 我们想买一棵大一点的 这是一批中等大小的树 这些树还是不够大 你确定吗 猪爸爸 它们看起来正好 还有这棵 它是这里最大的树 非常完美 那太好了 我会让公牛先生搬到你的车上 公牛先生 嗨 大家好 这棵树可真大 你的车够大吧 是的 那么你的车在哪里 就是这辆车呀 哦 我们的车 好像太小了一点是不是 猪爸爸 我们还是选一棵小一点的树吧 完全没有那个必要 我可以把树扛回去 它应该不会特别重的 那待会儿见 待会儿见 再见 再见 猪爸爸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 希望我们的圣诞树没有问题 嗯 那个是什么声音啊 是爸爸回来了 他还扛着我们的树 太棒了 爸爸 这棵树是不是很重 是有那么一点点重 没错 希望这棵树的大小适合我们的家 不用担心 我保证一定会适合的 这棵树可真漂亮啊 谢谢你一路把它扛回来 祝爸爸 我很乐意做这些 我们现在开始装饰吧 佩奇在树上挂了一条彩带 真是神神发光呀 乔治挂了一个小球 猪妈妈挂上了一串彩灯 最后猪爸爸在树顶上放了一颗星星 这首歌真是应景 平安夜里所有的小猪马 都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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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好听 佩奇 现在我们得去 等等 还没完呢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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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星星在圣诞树上 唱了这么久差不多了 你们知道明天是什么节日吗 是圣诞节 这是给圣诞老人准备的小点心 爸爸 为什么圣诞老人 要从烟囱里爬下来呢 他为什么就不可以从大门进来 问得好 佩奇 如果你看到他可以问一下 可是如果你们不去睡觉 圣诞老人就不会来了 快上楼子 我希望斑马先生 已经把我们的信 送给圣诞老人了 我保证他会送到的 丹尼要一艘宇宙飞船 苏西要一辆滑板车 佩德罗要吉他 你是不是把朋友们 想要的礼物都记住了 我当然都要记住了 爸爸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完了我的小宝贝们 做个好梦 乔治 我们晚上不要睡觉了 这样就能看见圣诞老人了 乔治已经睡着了 好吧 我一定会坚持一晚上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佩奇也睡着了 那是什么 刚从窗外飞过 这又是什么声音 乔治 我听见了非常大的响声 是从屋顶上传来的 原来是圣诞老人来了 哦哦哦 圣诞老人只剩下这些礼物要送了 佩奇要一个溜溜球 乔治要一辆火车 他们为什么要把烟囱做得这么小啊 哦 哦 糟了 圣诞老人把他的兴单弄丢了 哦 为什么这些烟囱里总是这么黑漆漆的 哦 我看到有人帮我准备了一个肉馅饼和一杯饮料 嗯 真是好吃 哦哦哦 乔治 居然是圣诞老人 哦 你们好啊 不过请问你是谁啊 我叫佩奇 那么旁边这位聪明的小伙子叫什么呢 他的名字叫乔治 很高兴认识你 乔治 这些礼物是送给我和乔治的吗 应该是的 嘿嘿嘿嘿 我们现在可以打开吗 得等到明天早上才打开 请问圣诞老人 你怎么知道要给谁送什么礼物呢 我有一张清单呢 呃 不过我的清单好像弄丢了 嗯 而且我只剩下几份没有送完 给小羊苏西 小狗丹尼 小马佩德罗 这个简单 苏西要一辆滑板车 丹尼要一艘宇宙飞船 佩德罗要一把吉他 艾米丽要玩具老鼠 苏伊要球拍和球 坎迪要跳绳的绳子 还有瑞贝卡 他要一个喇叭 谢谢你佩奇 能帮助你是我的荣幸 好了 我得去把剩下的礼物送完 也就是说 我又得从这个麻烦的烟囱爬出去了 对了圣诞老人 你为什么不从大门出去啊 是啊 我怎么没想到呢 真是一个好主意 再见了 佩奇和乔治 再见 祝你们圣诞快乐 佩奇 乔治快点醒醒 今天是圣诞节 爸爸 妈妈 我们见到圣诞老人了 这些礼物都是他送来的 乔治得到了玩具火车 佩奇得到了 是一个溜溜球 佩奇的朋友们都来了 圣诞快乐 佩奇 也祝你们圣诞快乐 我得到了一辆滑板车 我得到了一艘宇宙飞船 一把小吉他 一个玩具老鼠 一个球拍和一个球 跳绳的绳子 一个喇叭 大家都得到了想要的礼物 圣诞老人真是太聪明了 事实上这多亏了我 是我告诉他 你们想要什么礼物的 这怎么可能佩奇 这是真的 我和乔治见到圣诞老人了 猪爷爷和猪奶奶来了 祝你们大家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我说你们 快看那些巨大的靴子脚印 而且在我们的屋顶上 也有同样的靴子脚印 你们看我说的是真的 我真的见到了圣诞老人 圣诞快乐 佩奇 你抓不到我 你抓不到我 这是我度过的最棒的圣诞节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圣诞老人的小屋 今天是平安夜 想要去看圣诞老人的小朋友 请举手 那我们是不是要到北极去呢 没有那么远的佩奇 但是爸爸 圣诞老人不就是住在北极的吗 我们比较幸运 他在圣诞集市上就有一个小屋 佩奇和乔治去集市上看圣诞老人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啊 请小朋友们坐上精灵列车 我们要去圣诞老人的小屋了 苏西 你想问圣诞老人要什么样的礼物呀 我还不知道呢 那么你想要什么礼物呢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 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闭上眼睛 那我也想要那个礼物 圣诞老人怎么会记得 我们每一个人想要什么玩具呢 他可能会列一个清单 他的雪橇一定非常快 不然一晚上怎么会跑遍全世界呢 因为那是超级雪橇啊 圣诞老人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他可能已经有几百岁了 他比我的爸爸还要老呢 圣诞老人的小屋到了 小朋友们你们好啊 你好啊 圣诞老人 你们是不是都很乖啊 是的 那么你们的房间有没有保持整洁啊 是的 那你的呢 那当然了 现在可以过来告诉我 你们想要什么礼物了 我想要一个足球 谢谢 我想要一家木权 教员片游戏 一套变魔术的装备 谢谢 一定要赛车 我要弹力学 我想要火车 谢谢 一列玩具火车 不是 玩具火车 我要真的火车 那种我可以开的 可以有真的常客的火车 那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小朋友们都说过了吗 还有我们两个没有说 真不好意思啊 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小猪佩奇 我们以前见过的 哦 是啊 很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佩奇 那圣诞礼物你想要什么 我想要一个娃娃 能走路能说话 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 还能够闭上眼睛 拜托了 嗯 我要的礼物也是这样的 非常的好 你知道我住在哪里的 是不是啊 哦 是的 你多大年纪了呀 我已经有好几百岁了 我就说吧 再见了圣诞老爷 你们不要忘了给我留一个肉线派 还有 喝一杯饮料 我知道的 还要留一根胡萝卜 给你的信录 佩奇和她的家人 离开圣诞集市 开车回家去了 爸爸 我们为什么要带着这些箱子呢 我们要去猪爷爷和猪奶奶家里 过圣诞节 但是那样圣诞老人就不知道我在哪儿了 不要担心佩奇 圣诞老人她什么都知道的 奶奶你好 马上就要到圣诞节了 没错 我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你们 快来搅拌圣诞布丁 然后许一个愿吧 佩奇和乔治 许下了他们的愿望 我想要赛车 哦 别告诉我是什么 这些肉馅派和饮料都是给圣诞老人准备的 还有一根胡萝卜是给迅鹿的 哈哈哈哈 有谁会在晚上的这个时间来呢 我们可是什么都不会买的啊 是圣诞送歌队 大家圣诞快乐 佩奇和乔治的睡觉时间到了 我小时候就是睡在这间卧室的 圣诞老人知道猪爷爷和猪奶奶住在哪里 是不是呀 哦 是的 他已经来过这里很多次了 晚安了 佩奇 晚安了 乔治 佩奇和乔治已经睡着了 等他们醒来就到圣诞节了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圣诞老人的来榜 今天是圣诞节 现在还很早 佩奇和他的家人在猪爷爷和猪奶奶家过夜 乔治 乔治 快点醒醒 圣诞老人来过了 是泡泡器 和漫画 还有一个橘子 爸爸妈妈 今天是圣诞节了 呃 什么 啊 时间还很早呢 佩奇 你们去跟猪爷爷和猪奶奶说圣诞快乐吧 嘿嘿嘿嘿 爷爷奶奶 不要慌张 动到甲板上来 今天是圣诞节了 现在才刚刚凌晨三点而已 但圣诞老人来过了 我们能看看他还在不在吗 不在 圣诞老人已经走了 瞧 胡萝卜饮料还有肉馅派都已经吃完了 他只留了一点碎屑 是啊 圣诞老人喜欢吃美味的肉馅派 圣诞树的下面还有很多礼物呢 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 我现在能打开看一下吗 等吃完圣诞午餐之后 再把这些圣诞礼物打开吧 哦 好的 佩奇和她的家人正在吃圣诞午餐 我们来拉圣诞拉炮吧 你们看呐 这里面有阴纸帽子啊 还有派对喇叭 还有一个笑话 什么东西在天空中晃荡 这个我不知道 一架直升机啊 这个圣诞布丁真的很美味啊 是佩奇和乔治帮我一起做的 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那你有没有许过愿望啊 是的 我许的是 你告诉我们 我们去把礼物打开吧 太好了 这一个是要给乔治的 真的是一辆赛车啊 这个看上去好像很复杂呀 让我来看看吧 这块放在这里 然后这块放这里 接着车子放在这里 好 我们来比赛吧 各就位 预备 开始 猪爷爷和猪爸爸玩赛车玩得很开心 那不是乔治的 那不是乔治的赛车吗 我看乔治玩那个盒子玩得更开心 这个是给你的礼物猪爸爸 啊 是袜子 我的也是 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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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最后这份礼物一定是给 我 我向圣诞老人要了一个娃娃 能走能说 睡觉的时候还能闭上眼睛 哦 是鸟石 鸟石 看来这份礼物是给鸚鸵玻璃的 但这是最后一份礼物了 圣诞老人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你好 请问我可不可以和佩奇说话呢 佩奇 小杨苏西找你 你好啊 苏西 你拿到你的娃娃了吗 没有 我都拿到了 她可以哭 可以笑 可以睡觉时闭眼 她什么都能做 圣诞老人把我的礼物给你了 不是的 标签上写着给小杨苏西 圣诞老人肯定是把我给忘了 圣诞老人正在回家的路上 今年的最后一批圣诞礼物也送出去了 哦 我的麻袋里好像还有什么东西呢 圣诞老人怎么会忘了你了 我没有做一个好孩子是不是呀 圣诞老人 圣诞老人 你好啊 他是从我家烟囱进来的 当然是这样的 奶奶 这是给你的礼物 佩奇 对不起 有点晚了 我的娃娃 谢谢你 圣诞老人 你要来点圣诞布丁吗 这是我和乔治搅拌的 我们还对着他许愿了 很好吃 我当时许的愿望就是在圣诞节那天 能见到圣诞老人 你真的出现了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太阳 大海和雪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小宝贝们 明天我们要一起坐巴士到海边去 我们可以在海滩上蹲沙堡了 我想要去游泳 我也是 天气预报说了明天会是个大晴天 晚安 佩奇 晚安 乔治 哦 开始下雪了 现在是早上 太棒了 是个大晴天 哦 是雪 昨天晚上下了场大雪 下雪了 妈妈 下雪了 爸爸 下雪了 下雪了 啊 什么 我们还是会去海边的 对不对呀 爸爸 这个 我们先看看外面积了多少雪吧 哦 爸爸到哪里去了 哦 这是个会走路的雪人 我现在好冷 是个会走路 会讲话的雪人 哦 原来雪人是爸爸呀 可怜的猪爸爸 让我们来帮你吧 猪妈妈佩奇还有乔治 用毛巾擦猪爸爸的身体 好让他暖和起来 现在好多了 现在我们可以去海边了吧 可外面的雪怎么办 我觉得今天的巴士可能不会开了 兔小姐的巴士开到了佩奇家门口 哦 我的天哪 这么多雪 你是怎么开过来的 因为我有一个大雪产啊 雪产把路上的积雪清除了 嗨 大家好啊 你好啊 佩奇 佩奇的朋友们也都去海边玩 下一站 海边 太棒了 公牛先生和他的朋友 在往路上撒沙石 防止车子打滑 你好 公牛先生 哦 你好 兔小姐 我们忙活了一个晚上 现在去海边的路 都已经畅通无阻了 太好了 我们正要去海边呢 你想不想一起来 不用了 谢谢你 兔小姐 还有很多路等着我们去撒沙石呢 再见 公牛先生 再见 祝你们大家在海边玩得愉快 我们到了 这就是海边 我们到了 这就是海边 没有成冰呢 来吧 姑娘们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我不能游泳 因为我的脚踝扭到了 我好像突然有点咳嗽了 那么猪妈妈来吧 海水很舒服的 你真的确定它很舒服吗 那当然啦 今天的海水实在是棒极了 那么好吧 猪妈妈要去游泳了 海水冷不冷 妈妈 是有那么一点冷 刚下水的时候确实会感到非常冷 你要不停地动 动一动就暖和了 好吧 那我就动一动 猪妈妈马上从水里跑上了岸 我们帮你擦干吧 佩奇 乔治 还有猪爸爸 用毛巾帮猪妈妈擦身体 好帮它暖和起来 舒服多了 你想不想去游泳猪爸爸 今天就算了吧 有谁要冰淇淋吗 我要 我要 大家都喜欢在海边吃冰淇淋 爸爸 我想要在这里堆一个沙堡 可是现在沙滩都已经被雪盖住了 但是我们可以堆一个雪堡啊 首先我们给桶里装满雪 我们再把桶像这样倒过来 然后轻轻拍一拍 接着迅速地拿起桶 一个雪堡就完成了 雪堡完成了 我非常喜欢海边 我还非常喜欢雪 我非常喜欢海边 也很喜欢雪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兔爷爷的修船场 今天佩奇 乔治还有猪奶奶 要坐猪爷爷的船一起出游 你们好啊 佩奇还有乔治 我们做好出海的准备了 那么我来把船开轻一点吧 小心一点 别撞上那根大柱子了 爷爷 那柱子是用来拴船的 我不会碰到它的 爷爷 你的船被撞了一个大洞 至时碰撞了一下而已 爷爷 你的船正在下沉呢 快点 祝爷爷 跳下来 船长是永远不会放弃他的沉船的 现在猪爷爷的船已经沉到了河水的底部 狗爷爷过来了 你好啊 猪爷爷 打算驾船出游吗 是的 狗爷爷 你好啊 我今天要把船开去修船场那里 我要把我的船修理一下 你能不能帮个忙把我的船也拉去修船场呢 拜托了 当然可以 你的船在什么地方啊 我正站在上面呢 你的船沉了 那个 沉了一点点吧 我很惊讶 你的船不是很久以前就沉下去了吗 什么 我的船可比你这个老袖筒好太多了 狗爷爷和猪爷爷是非常好的朋友 快抓住这个 船长 没问题 船长 狗爷爷的车子把猪爷爷的船从水里掉到了岸上 哇哦 下一站 修船场 什么叫做修船场呀 所谓的修船场就是可以修理破损船只的地方 这里就是兔爷爷的修船场了 你们好啊 我的朋友们 你好呀 亲爱的兔爷爷 哇哦 你的船这是怎么回事呀 猪爷爷 有个人开它的时候撞到了一根柱子 狠狠地撞了一下 然后撞出了个大洞在那儿 你要好好保护你的船啊 可不能让别人偷走的 是的 你能修好它吗 当然可以 我要先来量量这个洞有多大 兔爷爷在用尺量猪爷爷船上破洞的大小 现在我要找些东西把这个洞补弃了 你居然知道怎么修船 真是厉害 嘿嘿 多年的经验积累 让我知道怎么修好船 那么你修船已经修了多少年了 很多年 兔爷爷收集了很多破洞烂铁 他用这些来修船 看这些 它们可是我的金矿 这明明就是一堆垃圾嘛 嘿嘿嘿 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变废为宝啊 比如说的 比如潜水艇 哇哦 兔爷爷用这些破洞烂铁做了一艘潜水艇 它真的能够使用吗 你们瞧这个 它的蓄水仓开始进水 所以潜水艇很快就沉了下去 但是再上来就没那么快了 你们瞧啊 这个就是我要找的东西了 可是这不是洗衣机吗 就是这个东西 它能够修好朱爷爷那艘船 难道你要用这个洗衣机上的铁皮 来修我的船吗 是的 瞧啊 就和新的一样了 太棒了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 准备好要出海了 走呀 太神奇了 飘起来了 你好像很惊讶嘛 是啊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会沉下去的 现在我们可以坐着这艘船出游了 这真是一个好主意配契啊 这就是生活 坐着船出游 享受着大海 还有天空 我写了一首歌 关于大海 还有天空 你们想要听一下吗 不用了 谢谢 想听 想听 我今早起床 海洋还在 天空也没有走远 哈哈哈哈 我刚才起床 我今早起床 海洋还在 天空也没有走远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看到天空 嗯 我是沛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哈哈哈哈 小猪沛奇 体育课 今天沛奇和她的朋友们要去体育馆 我们来检查一下 大家是不是都穿了运动服 佩德罗穿了一套超级英雄的衣服 佩德罗 你怎么没穿运动服呢 他在家里呢 我还以为今天是要玩变装的游戏呢 跟我来 孩子们 这是体育馆 爸爸妈妈们会到这里来做些体育锻炼 或是参加娱乐活动 你们在这里开心吗 是的 非常开心 今天由兔爷爷来担任你们的体育老师 他在哪里 你们好啊 孩子们 准备好锻炼身体了吗 准备好啊 兔爷爷 难道我们也要这么做吗 不 只有我这样有经验的运动员才能做 像你们这样的小探险家可不行 可我们还不是探险家呢 我会让你们变成探险家的 但是你 你看起来像是一个超级英雄 我只是假扮的而已 假扮的嘛 那太好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热身 所有人一起原地跑步 上下摆动手臂 现在伸展 伸展 像果冻一样扭动 好了 停下 现在我们热身完毕 可以开始了 要开始什么呀 开始你们的冒险 我想要你们所有人把这个房间当成一片丛林 可这里一点也不像丛林啊 那树在哪里呢 你们要发挥想象力 树木 大雨 还有你们脚下湍积的河水 你们的第一项冒险 是在平衡木上行走 然后像这样过河 这太简单了 啊 但这是在晚上 而且还有风 什么呀 我就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那是一个漆黑的暴风雨之夜 我在进行一项冒险活动 好了吗 可是现在没有风啊 也不是晚上啊 你们需要想象一下 大家都安全地走过了想象出来的小河 太好了啦 干得好 我的小探险家们 接下来要做什么呀 兔爷爷 你们的下一个探险项目就是荡国这个沼泽 这里面到处是鳄鱼哦 不过我 一条鳄鱼都没有看到啊 你需要想象一下呀 要让这些鳄鱼知道谁是最厉害的 快走开 你们这些讨人厌的鳄鱼 没错 这样就对了 那么你有没有当过满是鳄鱼的沼泽呢 哦 这还用说嘛 那么 你害怕吗 应该这么说 他们更怕我才对 怕好了吗 别忘了学我的叫声哦 大家都安全地当过了想象出来的鳄鱼沼泽 干得漂亮 我们接下来的冒险是什么呢 这个叫跳马 有经验的运动员能跳过去 就像这样 哦 但你们可以想象这是一头恐龙 你们要从它的腿下钻过去 那么你 有没有从恐龙的腿下钻过去过那兔爷爷 哦 当然 有一次我走在丛林里面 然后我一不小心就进入了迷失的恐龙世界 你们太棒了 你们所有人都成功地走出了丛林 太好了 啊哄 你们的体育课上得开心吗 孩子们 很开心 凌瑶夫人 他们现在可是真正的小探险家了 我们刚刚度过了河流 我们还挡过了鳄鱼沼泽 我们还从一头恐龙下面钻了过去 我真的非常喜欢兔爷爷给我们上的体育课 哈哈哈哈 Papa Pig Papa Pig Papa Pig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纸飞机 猪爸爸正在为上班做准备 好了 我要的文件都带齐了 再见 再见 爸爸 妈妈 我们能做点什么事情吗 可以啊 你们想做什么 恐龙 真是的 乔治 不管是什么事情 你就只会说恐龙这个词 我们就来坐一架飞机 乔治非常喜欢飞机 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架能飞的飞机啊 妈妈 当然 只需要用一些纸就能做了 我们知道哪里可以找到纸 哈哈哈哈 工作室里有很多已经用过的纸 妈妈 纸来了 非常好 猪妈妈现在准备给大家折一个纸飞机 把纸像这样对折 再将一端的两个角折起来 接着再折一下 做成一个尖尖的角 然后把两边像这样折起来 是纸做的飞机 来看看飞机能不能飞 准备好预备 飞 哦 竹妈妈的纸飞机降落到了一棵树的上面 轮到我了 呜 佩奇的纸飞机在一个花盆里着陆了 轮到你了 乔治 哦 乔治的纸飞机在空中翻了个跟头 然后降落到了鸭子的池塘里 哈哈 我们来折一个大大的飞机吧 那么我们需要一张很大很大的纸 这里有一张很大很大的蓝色的纸 佩奇和乔治坐了一个大大的蓝色纸飞机 爸爸 你们大家好啊 你不是在上班吗 没错 但是我忘了带一些非常重要的文件 爸爸 你看我们正在这纸飞机呢 我们坐了一架超级大的纸飞机 哇 真是太棒了 你需要一个力气很大的人来帮助它起飞 准备好 预备 飞吧 这个大大的蓝色飞机飞得非常高 非常远 飞机一直在飞呢 再见了 飞机 哈哈哈哈 再见 好了 现在我需要去找我的那些重要的文件了 有没有人见过我的那些文件呢 啊 要不你跟我来看看吧 这个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 是的 这是其中一张 那么再来看看这一张是不是你的重要文件呀 爸爸 没错 谢谢你 佩琪 我们为什么要来鸭子的池塘呢 哦 我知道了 谢谢你了 鸭太太 现在我还缺最后一份文件了 是一张很大的蓝色的纸 是大大的 而且是蓝色 是不是像那个被你飞得远远的纸飞机呢 爸爸 哦 我们还对着他说再见的那个 是的 也许我应该给办公室打个电话 这里是猪爸爸的办公室 你好 猪爸爸 你找到那些文件了吗 我只找到一部分 我们最需要的是那张大的蓝色图纸 这个恐怕有点麻烦了 它被爸爸扔掉了 它被扔掉了吗 它飞呀 飞呀 飞得很远很远 哦 在这儿呢 它刚刚落到我的桌子上了 什么 这真是个不错的主意啊 把这张蓝色的图纸折成纸飞机飞过来给我们 哦 没错 是的 你肯定不知道 我可是一个扔东西的专家呢 谢谢你 猪爸爸 现在蓝色图纸已经送达了 接下来的时间猪爸爸就可以休息一下了 啊 真是不错 爸爸 把你的报纸给我们好吗 用来干什么 我们想用你的报纸来折纸飞机 Papa Pig Papa Pig Papa Pig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世界上最大的泥坑 佩奇和乔治睡觉的时间到了 外面的雨下得好大呀 这就说明天就会有泥坑给我们跳了 哦 太好了 你从没见过下这么大的雨 现在是早上 太好了 起跳泥坑了 哦 你好啊 鸭太太 你在这里做什么呢 哇哦 大雨引发了一场洪水 现在我们的家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孤岛 你好啊 尼康 我这就来了 哦 这儿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水 那我们怎么去买食物呢 那就只好让爸爸一个人游泳去超市了 主爷爷开着他的船来到了佩奇家 啊哈 你们好啊 今天是个适合杨帆的好日子 嗯 是的 我们要开船去超市 你们要带点什么吗 是的 拜托了 可以帮我们买一些番茄 还有一大利面吗 番茄 还有一大利面 鹦鹉玻璃会重复他听到的每一句话 玻璃可以当我们的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鹦鹉啊 哦 谁是聪明的鹦鹉 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拜托了 上船来吧 快看 那个地方就是小杨苏西的家了 我们准备要去超市 需要给你们带点什么吗 妈妈 我们需要买点什么东西吗 是的 我们需要晚餐吃的食物 买巧克力吧 谢谢 哦 巧克力 你好啊 大尼 你好啊 佩奇 我正在给我的爷爷帮忙呢 我们在给大家提供救援呢 今天是个救人的好日子 需要帮你们从超市带点什么吗 也许我需要一份报纸吧 还有漫画 一份报纸 漫画 爷爷 水里面那根棍子是什么东西啊 啊 是潜水艇 大家都做好准备 你们好啊 我的伙计们 是兔爷爷开着他的潜水艇来了 这真是个扬帆起航的好日子 还有这样的大海 还有天空 让我想到了一个故事 需要帮你买些什么东西吗 呃 是的 呃 请帮我买奶酪 奶酪 猪爷爷的船终于抵达了超市 你们好 今天真是安静的一天 你们是我的第一批顾客 大概是因为洪水的关系 哈哈 有点好笑对吧 只是下了一点小雨 大家就都待在家里了 你们需要点什么 玻璃有购物清单 谁是聪明的鹦鹉 谁是聪明的鹦鹉 哦 糟糕啊 玻璃忘记要买些什么东西了 幸运的是 我还记得所有人要买的东西 奶酪来啦 谢谢佩奇 你真是个好孩子 报纸 还有漫画 谢谢你 佩奇 还好有佩奇去超市帮我们买东西 否则晚餐什么吃的也没有了 这是你们要的巧克力 这下我们晚餐有吃的了 妈妈 佩奇 佩奇和乔治终于回到了家里 睡觉的时间到了 现在是早上 洪水已经退去了 但是留下了一个非常大的泥坑 是尼克 我想这个尼克 可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尼克 哈哈哈 哈淡宾窝贝克 还宫 哈淡宾olic 哈淡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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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淡宾 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春天 现在是春天了 猪爷爷办了一个巧克力彩蛋的活动 你们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还没有爷爷 狐狸弗雷迪还没有来呢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弗雷迪 你好啊狐狸先生 你要留下来吗 我也希望留下 我小的时候最喜欢寻找彩蛋了 一会儿见弗雷迪 现在大家准备好寻找彩蛋了吗 好的爷爷 我的花园里藏了很多巧克力彩蛋 有很多很多 你们要把它们都找出来 太简单了 但是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不要踩到我的植物 哦 在春天的时候 看着这些小幼苗发芽长大 真是让人激动不已啊 我们向你保证肯定会非常小心的 非常好 那么现在快去吧 猪爷爷的寻找巧克力彩蛋的游戏开始了 猪爷爷 你现在有空喝杯茶吗 当然 他们肯定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够找到我的彩蛋 我把它们藏得非常好 这里有个彩蛋 佩奇在一个花盆里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这里也有一个彩蛋 小兔瑞贝卡在灌木丛下面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太好了 我也找到一个 大象艾米丽在一棵树的树枝上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我好像闻到了一点巧克力的味道 狐狸弗雷迪有一个嗅觉非常灵敏的鼻子 找到了 狐狸弗雷迪在一个水盆中找到了一个巧克力彩蛋 爷爷 爷爷 我们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不过就是有点太简单了 对小孩子来说这可不简单啦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一个彩蛋也没找到 你们想知道其他的彩蛋在哪儿吗 巧克力彩蛋 啊 埃德蒙 我觉得你的耳朵后面好像有个东西哦 每个人都找到了巧克力彩蛋 那么现在我们要干什么呢 猪爷爷 当然是把彩蛋吃掉了 孩子们 你们好啊 奶奶奶奶奶 我们找到了所有的巧克力彩蛋 彩蛋在哪啊 我怎么一个也没看见呢 他们在我们的肚子里了 还有你们的嘴上 爷爷是不是把彩蛋藏得很好 不是 大孩子很轻松地就找到了 不过小孩子们还需要一点帮助 乔治 理查德和埃德蒙 他们不喜欢当最小的孩子 别担心 花园里很快就会有更小的孩子了 是的 这些小宝贝们真的是让人非常期待啊 爷爷刚才已经跟我们说过关于小幼苗的事了 奶奶 但我并没有觉得很激动啊 我们说的不是这些小幼苗 佩奇 哦 那你们说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去看看杰米玛 梵妮莎 沙拉和纳维尔吧 他们都是小鸡 没错 母鸡妈妈们还下了蛋呢 我们能吃吗 不行 弗雷迪 这些蛋是用来孵小鸡的 哦 我们来得正好 小鸡宝宝敷出来了 小鸡们都孵出来了 现在真的是春天了 我们一起来伴小鸡宝宝吧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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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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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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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佩奇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奇 现在是学校的游戏时间 佩奇和朋友们在相互追逐嬉戏 啊 好痛啊 你没什么事吧 佩奇 我的膝盖受伤了 羚羊夫人 佩奇刚才摔倒了 你的膝盖有些擦伤了 佩奇 羚羊夫人先清洗了佩奇的伤口 再贴上了一张窗壳贴 这样有没有好一点 好一点了 谢谢你 好了 孩子们 你们可能注意到了 小马佩德罗今天没来学校 他是不是又迟到了 不是的 苏西 因为佩德罗在医院里 哦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望他 这里就是医院 佩奇和她的朋友们来看望佩德罗了 孩子们记住了 一定要跟紧我 我可不想你们有谁走丢了 好的 李小夫人 打扰一下 龚牛先生 请问去儿童病房应该怎么走呢 下楼梯 过两扇门 右左右 走过走廊 上楼梯 左手第三件 哦 其实你们也可以坐电梯去 哈哈哈 儿童病房到了 佩德罗可能还在睡觉 因为生病的人需要足够的睡眠 你们大家好 你好佩德罗 你为什么没在睡觉 你看起来不太像生病 我的腿骨折了 然后医生就帮我打了个石膏 石膏能帮助佩德罗的腿恢复得更快 我摔破了我的膝盖 我这里还贴了张窗可贴呢 哇哦 你们想要画画吗 可以画在我的石膏上 是的 我想 孩子们都想在佩德罗的石膏上面画画 我正在画一个足球 我要画一些花朵 我要画土豆先生 我画胡萝卜 我要在上面画一个泥坑 哇哦 谢谢你们大家 你也可以在我的窗可贴上画画 好的 我来画一朵小花 谢谢你佩德罗 佩德罗 住在医院里是什么感觉呢 感觉好极了 这里的护士怎么样 他们还送给我贴纸呢 哇哦 他们会马上来 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就行了 是谁啊 在按铃 可能是佩德罗吧 你怎么了 佩德罗 我们都非常的忙 我就是 感觉有点痒 就算你的腿非常的痒 我们也不能在你的腿康复之前 把你的石膏取下来啊 其实不是我的腿感觉有点痒 而是我的耳朵痒 这样好些了吗 是的 谢谢你 嘿嘿嘿 午餐时间到 你今天想吃些什么 佩德罗 我想吃意大利面 还有海绵布丁 谢谢 你居然可以在床上吃饭 是的 嗯 看起来很美味啊 棕熊医生过来看看佩德罗的情况 今天感觉怎么样 佩德罗 我的耳朵感觉有一点痒 就是这儿 嗯 我看你已经好的差不多了 探病时间结束了 再见 佩德罗 大叫再见 你要快点好起来 佩德罗 好的 林阳夫人 又到了上学的日子 佩奇和朋友们在操场上玩 林阳夫人 我的窗可贴掉下来了 可以再给我贴一张吗 你已经不再需要窗可贴了 佩奇 你的膝盖已经好了 哦 是的 嘿嘿嘿 你们大家好啊 小马佩德罗回来了 哦 你好佩德罗 你的石膏到哪里去了呀 石膏拆掉了 因为我的腿已经康复了 那你的腿现在怎么样呢 跟以前相比 我的腿更结实了 这是条超级结实的腿 那跑步没问题吗 你们看好了 嘿嘿嘿 哈哈哈哈 佩德罗喜欢快乐地跑来跑去 大家都喜欢快乐地跑来跑去 Cohen Pepa pig Home Pepa pig 我是佩琪 这是我的弟弟乔治 这是我的妈妈 这是我的爸爸 小猪佩琪 仓鼠兽医的乌龟 今天是上学的日子 孩子们 今天呢 仓鼠兽医要来给我们上课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仓鼠兽医 仓鼠兽医是一位兽医 谁知道兽医是干什么的 兽医是给生病的宠物治病的 说得对 我今天还带来了我的宠物 给你们看看 这是一只鹦鹉叫做冰奇 你好啊 冰奇 我能摸一下冰奇吗 可以 但是你要轻一点哦 感觉毛茸茸的 这个是他的羽毛 他们可以帮助他飞翔 飞翔是冰奇平时锻炼的一种方式 谁能够告诉我 冰奇还需要依靠什么来保持健康呢 冰奇需要吃东西 没错 他还需要喝水 说得对 他还需要呼吸新鲜空气 说得非常好 他还需要睡觉 你也说得很好 对不起 林阳夫人 我今天睡过头了 佩德罗 你可真喜欢睡觉啊 是的 林阳夫人 我这里有一个宠物也很爱睡觉 原来是一只乌龟啊 这只乌龟的名字叫小土豆 你好 小土豆 知道吗 小土豆已经睡了一整个冬天了 哦 他为什么要背一个壳在背上呢 这个壳就是他的家 当他感到害怕的时候就会躲进去 你们想要摸摸他吗 是的 我想 不要害怕哦 小土豆 那么他现在几岁了呢 小土豆已经有三十一岁了 那他和我妈妈一样大 其实呢 乌龟可以活大概一百年的时间 那就和我爷爷一样老了 为什么他走路那么慢 因为他的背上背着他的房子呀 嗯 仓鼠兽医 我觉得小土豆好像要逃跑 他不会走远的 因为他走得非常的慢 我还有一些别的宠物要给你们看哦 恐龙 哦 小只 不管什么东西你总是说恐龙恐龙 哦 还真的是一只恐龙呢 哦 它并不是一只恐龙 它的名字叫露露 是只蜥蜴 你好啊 露露 它有鳞片 就像龙一样 那么它能够喷火吗 不能 但是呢 它有一条长长的舌头 哇哦 那么它也会像小土豆那样 睡一个冬天吗 不会 哦 小土豆去哪儿了 小土豆 哦 糟糕 乌龟小土豆已经逃走了 别担心 仓鼠兽医 我们会找到它的 它会在音乐室里吗 小土豆不在音乐室里 它会在玩具屋里吗 小土豆不在玩具屋里 它会不会躲在外套的后面 小土豆也没有躲在外套的后面 我闻到小土豆的气味了 往这边走 狐狸弗雷迪的嗅觉非常的灵敏 瞧 小土豆在那里 小土豆爬上了一棵树 我最好找人来帮忙 这里是兔小姐的消防站 哦 有火旗 有火旗 这里是消防站 哪里着火了 我的小土豆爬到树上去了 你说什么 紧急情况 紧急情况 乌龟爬到树上去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么喜欢爬树 要知道你可是一只乌龟啊 大家后退 小土豆 来吧 小土豆 太棒了 谢谢你了 兔小姐 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而我的工作呢 就是照顾这些宠物 兵器和露露到哪里去了 哦 我不知道 它们都在这里呢 它们平安无事 对不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